中国是否拒绝与地球联盟合作建立联合航天舰队 以及深层政府制造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战争的努力是否失败 在这个训练中 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地球国家 民族或性别在表现上更出色 塔尔人非常出色 大多数塔尔人都是飞行员 特别是女性塔尔人 因为我们在身体上强壮 情绪也有很强的韧性 可以很容易地控制情绪 虽然不如成年人 我们是不同的种族 还有其他种族 如阿加罗夫 他们的思维非常敏捷 在人类种族中 塔尔卡鲁人的思维速度最快 他们在决策方面表现出色 比如飞船舰长 舰队指挥官 塔尔卡鲁人是联盟中最优秀的军官 星际指挥部由他们管理 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军事力量 虽然是雇佣军 但每个人都需要他们的服务 美国海军和索瓦沃登 也有发展二十核回归计划 这种情况会随着地球联盟与银河联邦 以及其他银河组织的合作而继续 还是一旦地球上披露真相 就会终止 地球联盟的太空作战项目已经终止 他们只是在结束他们的时间 在地球联盟内 没有人会被迫参加这些项目 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当他们接受时 他们知道他们的记忆将被抹除 他们将被退回到过去 他们是明知的 这些项目已经停止 只是在结束阶段 而有黑暗军方运作的 与深层国家有关的计划 还没有停止 他们认为 仍然可以通过破坏人们的思维 来准备他们 但这种情况 最终会在深层国家 你所称的 在塔尔上彻底崩溃时停止 深层国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 与中国合作 因为中国似乎不在地球联邦与联邦 在建造中枢节点方面的协议范围内 所以 中国是否在秘密与深层国家合作 或者说 中国在未来 是否有可能受到地球敌人的威胁 你所称呼的国家 中国 与深层国家有着紧密联系 他们玩弄游戏 你认为他们是敌人 但事实上 他们只是在表面上 进行经济游戏 看起来 他们在互相对抗 但实际上 他们并不在竞争 他们只是在玩游戏 以掩盖他们背后 正在进行的事情 整个中国 并未被深层国家控制 政府的其他部分 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独立和自治 你知道 在朱毕特协议之后 他们对于不被纳入新的 恐怖军事空间联邦的指挥权感到不满 他们想要权力 他们对此感到不满 他们决定继续进行他们过去的项目 即建立自己的太空力量联邦 努力将其他国家联合到他们的事业中 并与他们结盟 然而 其他国家会选择 与地球全球联邦一道前进 即阿尔特密斯协定 这个联盟将会壮大 很快将会为太空舰队 揭开一个新名字 中国不会构成威胁 他们会失败 因为他们将孤立无援 他们可能会设法继续吸引其他国家 靠近他们的国家 但这是不可行的 也是荒谬的 因为这会导致他们的经济崩溃 损害他们的国家 他们想要尝试 想要占领月球 他们正在努力 但是地球联盟在月球上的存在太重要了 月球是特殊的 就像莫威塞一样 来自地球不同组织的存在 这些不同的组织并不都共同合作 现在 月球是地球的财产和监管 我们只有在技术交流和地球联盟工厂中有交换时才会介入 这是我们的互动 因为地球联盟是联邦的一部分 我们合作共识 但其他组织 我们对此没有发言权 他们只是在执行他们自己的议程 我们对此没有发言权 现在月球上是地球联盟和中国等国家吗 还是外星文明仍然在月球上拥有永久驻扎 地球的地下有古老生命形式 这些仍然存在 此外 玫瑰银河联邦也在我们与地球联盟共享的设施中存在 猎户座星云不再存在 你所称呼的月球上也不再有希卡尔存在 一段时间以前 月球座战指挥部已被重新用作地球联盟的医疗设施和太空司令部 曾经有人说 有一天 月球座战指挥部将成为整个星球的治愈中心 这是否仍在发生 治愈工作几乎已经停止 因为军方现在不在战斗 我们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制造医疗设备上 这些设备将在深层国家崩溃后在地球上实施 我们已经在应用这些技术正在实施 抱歉 您可以澄清一下来自星子种族的母舰 目前在地球轨道上有多少艘 以及他们在地球轨道上在做什么吗 目前有六艘 其中两艘是最近才到的 他们在地球轨道上监视地球上的人类活动 也在扫描人口以识别属于他们的人 他们试图找到正在激活过程中的所有技术 以及他们自己的方式 他们在这里因为他们担心深层国家会试图使这些技术生效 所以他们正在扫描人口 以保护他们自己的权益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和愿望 他们还有自己的安卓计划 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人民 这六艘血松母舰是否在使用球体作为他们的探测器 作为监控地球各国和深层国家活动的方式 因为全球范围内目击到球体的次数激增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但对于其中的一些或许许多来说 这些球体是否来自母舰 其中许多我想可能几乎全部来自母舰 因为有些是我们的 有些是在恐怖基地制造的 特别是等离子球体大部分来自星际联盟 尖属球体是我们的 它们是安全扫描器 频率扫描器属于联邦星际联盟 星际联盟 对不起 我说话很快 需要重复一下 好的 关于太空放舟 它们是否释放等离子球体或结属球体 等离子球体中有一些被释放出来 不要误会 结属金属部分不属于星际联盟 它们是能量球体 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某人 有不同种类的方舟 好的 不是都来自数字星系配置 你提到的有巴弩内积或方舟 是否还有其他文化留下的球体直到现在 对 我们有其他文化的传制拥有的球体 还有一些古代文明 在阿纳克姆到达之前 它们离开了太阳系 一个文明发现了地球 留下了技术 它们不是星际联盟 还有其他次元文化 它们留下了技术和飞船 这也是非常古老的 也在释放信号 因为它们已经显现 因为你现在理解 地球已经从长时间的黑暗存在中解放出来 现在所有属于不同文化的古老技术都在激活 这些古代文化正在显现 现在将与它们的技术和使者重新联系 这将是全新的世界 你几乎无法想象它可能是什么 它将会是怎样的 总之 雪松母舰或太空方舟是否存在某种倒计时 或者说 它们出现在地球天空中 是否会结束有关外星生命的保密 是否存在倒计时 如果是这样 是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皆是增加 我不会称之为倒计时 而是一个有紧密时间表的计划 倒计时可以作为一个名字 但我会说 这是一个有精确日期的时间表 如果事件需要更多时间 才能产生结果 那么日期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时间表不会改变 它是确定的 那么2024年中旬是否重要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美国正在制定一项立法 要求所有公司透露 它们与外星技术有关的逆向工程项目 但到2024年中旬左右 所以这是计划的一部分吗 要比我们预期的时间更长 本应在2023年底之前发生 现在会更晚 因为你知道 政府并不完全由地球联盟掌控 有可能会有延迟 到2024年中旬 是的 你是对的 这将带来积极的变化 我们已经稍微延迟了 2024年 我们将会看到一场重大变革的结果 如果一切顺利 我相信会顺利进行 军方会在一段时间内 负责管理某些关键的政府派系 会有更多的军事领袖 在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 进行过渡期 这将是必要的 当深层国家的残余逐渐崩溃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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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